財資大道 林潔應 何文健 beh,繼續 Rach是財資大道 我早上到海濱走出 我發現香港海濱完全� episode 都冬天也有不同的特色 今天我們要請大家談 dealing avec他 因為海濱會有新特色 請來這一位嘉杯就是 港島區海濱發展專責小組 核汪宇 Hello Ivan,你好 你好 早安 早安 而且段段都有不同的特色 今天我們請到這位嘉賓跟他談談 因為接下來海濱又有新特色 請來這位嘉賓就是 港島區的海濱發展專責小組主席賀文玉 Hello Ivan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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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晨 早晨早晨 我知道海濱事務委員會 其實管理海濱其實段段都有特色 在這個星期六中秋節又有一個長週末假期 不少人都找些好去處 其中今年銅鑼灣的避風堂 海濱抹發工程已經完工了 剛剛在上星期五有個開幕儀式 接下來的星期五 即9月9日會開放給公眾 可不可以介紹一下項目的一些理念和概念 銅鑼灣避風堂 是我們港島海濱一直到現在 其中一個最新落成的 將會在下星期五 我們營餘那天開放給公眾 整個主題區 即9月9日 即9月9日 即來的星期五 正在上星期五 整個主題區的面積是有10900平方米 簡單說即是有10萬呎 它長大概715米左右 它裏面有很多特色 包括我們提供了90米的 我們叫作海岸提街 希望可以讓市民坐在海邊 跟水的距離可以拉到很近 我們也理解有很多公眾會憂慮安全的問題 其實我們在過往幾年 一直都推廣沒有爬杆的海濱 所以我們累積了很多經驗 所以在相關的設施和配套 全部都做足了 包括有些浮波救生圈 也有些安全告示 我們都請了保安員全日去巡邏 我們這次銅鑼灣海濱 非常著重的我們叫做Software 即海濱這個區域裏面的一些軟的設施 我們會提供一些盜賞團 而這些盜賞團很特別 是會坐舊式的娃娃娃娃 很久沒見的 那些娃娃娃娃娃 有沒有人是沒有坐過 應該有的 至少我都沒有坐過 我們上星期五就是坐著娃娃娃娃娃去做開幕儀式 我都很多很多年沒坐過 小時候坐過一次 這個娃娃娃娃的盜賞團 我們希望可以帶到市民深入去了解 就是避風堂的背景 歷史 避風堂和環避風堂 其實是一件很特別的事情 就是它有一個全世界唯一 都是全港唯一的水上的天候廟 我們叫 而這些水上的天候廟 很幸運 我們能夠找到一些熱心的人士 就幫忙能夠現在可以保留下來 保育了它 也都可以提供到給市民去參觀和了解 同時我們在銅鑼避風堂 都安排會搞一些水上面的市集 讓市民和參加盜賞團的人 可以和一些艇家或者水上面的人 可以有些交流 而因為中秋節又來 我們都會在一個特定的地方 就可以容許市民可以放一些奇願的水燈 這些其實我們上個星期五的開幕儀式 我們自己和局長都親自去上市做了 都是相當浪漫的 怎樣和海濱聯繫在一起呢 例如你自己看那個項目 其實這段就是銅鑼避風堂 就是連接我們這個水上運動看樂區 然後另外一邊就是東岸公園 這節的困難就是 因為我們上東岸的馬路 剛剛就把我們這部分 和維多利亞公園團開了 所以這個完成了 能夠令到我們東西兩邊 去連繫整個港島的海濱 其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策略性的位置 原本要活力避風堂的主題區 就是競技船廠的地方 這個過程又怎樣活化它 有沒有什麼新宣 大廷還說一下 訓算 這個項目其實 比我們原來的時間 是延避了的 延避了是因為有很多 預計不到的挑戰出現了 包括我們其實 沿著避風堂 有一棵很大很漂亮的大榕樹 亦都有很多舊式的海堤 我們下去現場 和建築署的同事 和我們Harbor Office的同事 都去了現場五六次 看看怎樣可以更加好 很合適地善用空間 現在我們將會 一定要保留一棵大榕樹 我們希望大榕樹下面 真是可以做到一些 講古的地方 講古仔 即是以前的 講古 而在附近 我們都會添置一些小食亭 一些攤位 希望可以買一些懷舊的小食 也要做多些綠化 戶外也要提供多些座椅 還有一些遮陽 我們叫shelter 這個都很重要 有時候 如果你真的沒有遮擋 沒有擋 連日當空 在香港的海濱 是非常重要的 還不可以有寵物友善的地方 對於華航民處管理的公園 有時都不太歡迎寵物 現在海濱 對於寵物人士都特分喜愛 我們是完全包容的 我們希望海濱 是可以不同的市民 是可以共融去使用的 包括你帶寵物去 你踩單車 你跑步 你釣魚 你是可以做任何你想去做的事 在我們海濱範圍 我們都很堅持 希望可以做到這一點 只要不影響其他人 當然是 我想問一下 你自己覺得 香港在海濱發展上 有甚麼優勢 特別是我們見到 近這幾年 其實香港這邊海濱發展 段段都有特色 大家就說 海濱市務委員會 有沒有偏心 好像港島區那邊 特別多特色 特別多一些期間限定 其實九龍和新界 也有很多不同海濱的地方 那邊又怎樣 其實這個純粹是一個timing 即是時間上的問題來的 因為港島的海濱很多段 其實在幾年前 一直都是因為 尤其是因為中環灣仔繞道的施工 就拿了很多地方來做臨時工地 倉等等 而在它完成了中環灣仔繞道之後 它就逐步逐步將這些地方交出來 當然我們對上幾年 其實在不同的政府部門之間 我們是做了很多工作 尤其是令到這個交還工地 和儲存倉這個過程 我們是能夠成功地做到它 更加有效率和快 就是以前的做法 就是相關的工程部門 是要將它清牆之後 就交回地政 然後地政就會圍了地 然後再隔了一段時間 再交回給我們Harvard Office 從Harvard Office再找人去做 但是今次我們 過程都真的經過很多部門 是的 通常是四五年的 今次我們就成功地去做到一件事 就是協調到相關的工程部門 他們很幫忙 就是在他們還原清牆的時候 他們已經做了很多基本的設施 很多牆包括譬如東岸公園一旗 甚至去到這個水上運動康樂區 其實很多都是經過相關的工程部門 例如路政處 土務工程處 他們在交還福地之前 已經跟我們協調了 然後他們一拼去做了一些基本設施 到他們交給我們 我們就可以很快去提供給公眾使用 這個做法是令到我們快了 平均每個行務都快三四年 這是為什麼大家覺得 好像香港島近期有很多 新的海濱公共空間 突然之間可以提供給市民大眾 當然其實不是偏心的 譬如我們的小組是做到氣減的 都知道了 海濱發展上面 其實你自己看香港的海濱發展上面 有些什麼優勢 有些什麼可以運用到的呢 其實我們海濱事務委員會 看香港的維多利亞海和海濱 其實是我們香港在國際上 一個獨特的品牌來的 而這個品牌是屬於香港人 亦都是令到我們被世界外面來的 無論是遊客 外國人士 對香港的一個印象 所以我們覺得要做好的海濱 令到香港的海濱 維多利亞海和海濱 將來成為香港的一個品牌 是無論將來我們出去推廣香港 我們是很proud我們這個維多利亞海港和海濱 而我們在海濱的用地上面 其實大家都留意 我們一直堅持 差不多絕大部分 我們都是用了一些公共空間 是希望給市民 一般的市民大眾 可以無償去使用的 在裏面提供的任何設施 我們都希望盡量 設施的提供是要平衡的 所以你看我們在海濱 就不會強調一些很高檔的餐飲設施 我們是不是不想有呢 我覺得我們應該要有 但我們也同時應該要一些平民化的設施 即一般市民是afford到的 即可以買到一杯很便宜的飲食給小朋友 大家很開心可以在海濱 即是spend半日一日 那這個是我們的理念 希望將香港的維多利亞海和海濱 是真的打造成香港的一個品牌 我經常說香港要擦場鬆綁 那麼多部門才可以框架重重 那麼海濱事務委員會 如何扮演到那個促成者的角色 的過程 如何可以令那麼多部門 尤其環處、康民處、民政處、警務處 我都未講完 那麼你去處理海濱 過程有什麼竅門呢 射涉到不少部門 我又不敢說我們很成功 但是在過去幾年 我們都真的做到一些 我們原先的理想裡 希望做到的事 其實那個過程 我們都有很多經驗的累積 首先就是我和很多人都講 大家不要看政府是一個人 或者一個個體 其實政府是我們整個香港社會的一個縮影 裡面和政府 在政府裡面做事的公務員 其實都是香港整個社會市民的一個縮影 所以它裡面是會有各式各樣不同的人 不同的性格或者不同的想法 而我們怎樣可以在這樣的情形之下 去推動我們想推動的東西呢 其實有很多竅門的 第一就是一定要互相尊重 如果你覺得它的做法 或者它的文化你不認同 你不需要跟它去對著幹 或者是去咬 而是需要做的是 去以理服人 但是有時候 你以理也未必能服人 所以你就要做到一些 成功的例子出來 而這些例子逐步逐步 是可以改變到不同部門的想法 這正正是不是就是 廣島方面 碑路站灣公園就是一個成功的例子 然後海濱的發展 其實都可以以那個為一個藍圖 碑路站灣是其中一個方向 我們非常成功的 而它亦都令到我們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香港… 這個BB很厲害 香港一直以往 其實就是 我們講的一個叫做 1823的投訴文化 就是有任何… 就算碑路站灣 我們也收了很多投訴 有任何東西都是投訴先行 但是我們在碑路站灣和東岸公園 分別都做了兩次 找了顧問 他做了兩次很全面的調查 他問了使用者 而結果是相當鼓舞的 你原來發覺 裡面有超過九成的使用者 是非常之喜歡那個地方 他是很肯定的 裡面有沒有投訴 有很多人 我們看到 我們從我們的檢查裡看到 有大概八至十個百分比 有人投訴 比如說回碑路站灣 也有很多投訴的噪音 我們也盡量去摸索 如何去平衡去處理 因為曾經有個建議 第二次就說完全禁止板仔 不准踩板 但是我們到現場看 深夜 即是我們和Hubber Office的同事 是十二點 星期六的十二點幾 一點在現場 親自去看 主席也有下去的 有 我們看到的是有噪音 但是那些噪音 除了板仔 還有些人在唱歌 有很多人喝啤酒 聊天很大聲 即是各式各樣都有 其實是各式各樣都有 所以我們覺得不應該說 一刀切去禁止板仔 反而要針對 譬如過了某個時間之後 那個引致噪音的活動 都應該要相對 我們叫discourage 例如我們找些部門幫忙 到時過了個小時 巡密一點 勸諭一下 我們的保安也幫忙勸諭一下 希望從一些比較軟的手法 使大家學習一下 如何互相體諒和共用 使用一些公共空間 剛剛韓文堯說到 做多些實驗品出來 讓證明東西走得通 好像拆欄杆一樣 香港真的是一個保母社會 欄杆多到 多於英國 多很多 馬路都是 怎樣 今次新的避風塘區 可以沒有欄杆親水 提解釋 是不是彎仔的例子 成功遊說到其他部門 其實拆了欄杆都OK 不是很多意外 過程是怎樣可以 其實我們拆欄杆這件事 真的搞了幾年 大家記得曾經有個不屬於我們的海濱範圍 叫做天空之鏡 民間的一個海邊景點 天空之鏡 我們亦做了一個 survey 很有趣的 我們叫做向左轉向右轉 就是去到那個條路 你向左轉去天空之鏡那邊 其實那裡是完全沒有欄杆的 沒有東西的 但是市民使用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但是向右轉 就是我們香港大學 和西區區議會合辦 一起搞的那個場落 所以那裡就全部有欄杆的了 市民都會選擇的 我們就開始一步步 就是我們先做一些可以拆的欄杆 跟著我們下一步就做一些斜坡海蹄石等形式的設計 然後再去嘗試一些沒有欄杆的防波蹄 這個就是東岸公園 最後就去到在水上活動及康樂主堤區的 這個沒有欄杆的蹄街 是一步一步步的來 就算做到沒有欄杆的提階 其實我們開放美公眾之後 都不斷下去看有什麼設施 我們可以輔助到 解決到大家對安全的憂慮 大家快去銅鑼灣感受一下水體的親切 未來美運發9月9日正式開放美公眾 中秋節那幾天的假期都可以去走走走走 感受一下海濱的發展 以及感受一下你們的努力 今天多謝港島區的海濱發展專責小組 主席何敏玉 多謝你 可以和言笑 我們請多謝 美公尼 和電視 其實是美公尼 你可以去得到 觀眾朋友 我們會打開 想請多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